这次论坛围绕用艺术赋能大湾区的发展 大湾区城市文化交流与融合等话题 进行了多轮分享与对话交流 香港艺术学院前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克席副教授儒国烈表示 要构建大湾区共同价值 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 寻找模式和探索路径 需要构建我们共享的价值 和共同的身份认识 只有这样粤岗3D才能临成运动生 并存出海 采用足够的力量去争夺国际的化学 全国人大代表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霍启刚指出 粤岗3D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应该把握机遇 善用优势 巩固湾区文化内涵 推进深度交流合作 大湾区市民拥抱大湾区生活圈 这个意愿我觉得是不可阻挡的 也是一个大潮 我们更加需要 就是以文化交流合作 这样子的形式 去巩固这个融合的 得来不易的这个成果 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语言 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话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文化认同 澳门电竞总会会长何游军就如何把握当下大湾区发展潮流 给出了三点建议 他表示要加强粤岗3D开放交流 尤其在文化交流 智力流动 就业创业等方面 为人才搭建更完善的服务平台 帮助人才解决实际遇到的实际困难 同时我们将协同大湾区各地政府 推动湾区青年的交流互动 由湾区政府主导 以官方的名义 不断丰富3D青年的交流评次 交流方式和交流成果 在论坛期间 乐剧连唱 女子音歌舞等文化展演 更让现场的嘉宾感受岭南文化的魅力